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乃我一生心血 可惜没有找到传人 本想把这本书献给皇上 但皇上多疑就是献上去 他也不会相信 倒不如烧了可保一家平安 第二天他就在昏迷中死去 果然刘伯温的死讯报到金城后 朱元璋派丞相胡威雍去青田县吊丧 胡威雍到刘伯温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兵书板战其谋 刘连告诉胡威雍 父亲已经把兵书烧了 给皇上留下的是一本玉璃子和一封信 胡威雍了解刘连兄弟 知道两人都是制成君子 不会欺骗朝廷 在安葬了刘伯温后 胡威雍就带着没有烧完的残存书稿 和军师给皇上的书本信件 马上返回了金城 回京后 胡威雍把书本信件交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一见是玉璃子就扔在一边 此时的朱元璋坐卧不安 他很了解刘伯温 是宾书比生命还要宝贵 他怎么舍得烧掉 他那才智平平的两个儿子 虽然不是理想的传言 可刘家有子有孙 孙又生子 子又生孙 说不定刘家 哪一代出个奇人 会教刘家人从朱家人手中夺走江山 这该怎么办 一个寻找宾书的记忆 很快在朱元璋的脑中酝酿 在刘伯温三期的那天 胡威雍再次来到刘家 说是奉皇上之命 要取走军师生前留下的所有书信和书籍 因为书信和书籍中有机密 胡尘相向抄家似的 把刘伯温的所有书信书籍都拿走 可仍然没有发现宾书 打占其谋 在刘伯温五期那天 刘伟温三道青天县 向刘连兄弟传达皇上的命运 因为军师有功利朝廷 所以皇上决定在刘家老屋的原址上 建造诚意薄斧 这样就得拆了刘家老屋 要刘连兄弟搬到刘伯温墓旁的临时小屋里手下 刘连兄弟赶忙磕头谢恩 刘家老屋拆得很仔细 板缝 两孔 强洞 都认真地搜查过 却没有发现哪里藏有兵书 红武三十一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病逝 临终前他拉着皇太孙朱颖文的手说 记住一定要把军师的兵书找到 不能让他落到外信人手中 那么到底刘国温刘没有留下兵书呢 从明慧帝朱颖文到明成祖朱地 一直到崇祯皇帝朱有俭 都没有发现百战奇谋 谁知道在崇祯十七年 即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 打进本京 从皇宫中搜出的书籍中 发现了一本刘伯温手写的玉礼词 李自成读过这本书后 见了手写本顿时爱不试试 不觉好奇地看了几行 大吃一惊 原来就是刘伯温写的兵书 百战奇谋 李自成浏览了兵书中的料地 布阵用计几掌 高兴地留下泪的 从此把他带在身边 形影不离